老兵召集令三天两夜玩金门 目前为止我们去了金沙镇 金湖镇 那接下来问小芳 还要去哪里体验军人的日常 其实老兵召集令的行程 一定不能少的就是这个战场巡礼 只要介绍这个地方叫金陵乡 大家一定都知道古陵头大战 那它发生的历史场域就在金陵乡 驻然起敬 对 驻然起敬 那古陵头大战在1949年的10月25日 开战了三天 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惨状 停战之后1984年 军方就成立一个古陵头战使馆 所以在这个古陵头战使馆里面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 你一进去门其实是城堡的设计 两旁有当时的战车 在走进去成立一些什么 就是我们作战使用的武器 还有这些战时的一些文字 就是一些情报之类的 再来就是一些作战指挥的照片 大型的油画去描绘当初的一个战况 那你就可以去知道一些古陵头大战 我觉得小孩子也都要去 寓教寓教 课本上都会有 他们很有感觉 是 每天有14场长达13分钟 古陵头大战的影片 OK 所以当你这些意犹未经 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你看影片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真的觉得要去看一下 那除此之外战场巡礼 我还要再介绍一个地方叫 北山古阳楼 又是古阳楼 但北山聚落这个地方是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它是有军事战略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讲是因为 当初敌军的时候 把它列为指挥所 是不断我们的国军 这样子把它再收复回来 那因为它位去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这个阳楼当初是一个 他们在菲律宾一个姓李 李姓的商人在1928年 他是菲律宾经营这个野子 然后因景环乡之后盖的古阳楼 所以非常的漂亮 但是你也知道经过了古陵头 经过了823 经过了这么多的战役 其他一整片的村庄真的都没有了 都移为平地了 唯独在角落这个海拔 比较高的这个古阳楼呢 它是存在的 不过所有的墙面都是枪林弹孔 都是历史的痕跡 历史的悲剧所留下来的 那它就是一个见证 于是呢 这个外观没有改变 有稍稍的一个维护 你就看到这些断源产壁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战场 上面都还有弹孔 对 你现场看得很震撼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战场群里 推荐给大家的是 你可以用比较静态的方式 了解古陵头大战 又可以生力其境 在以前被攻打下来的废墟 去体验这样的民宿也是蛮好的 其实小芳走的这条路线 我们当时实际走一趟 你真的到处都可以看到 在战争留下来的那个影子 包括那个墙壁上的弹孔 你真的没有进去去看 你真的无法想象 当时战况有多激烈 觉得听小芳讲这一段 感觉心有点揪起来 酸酸的 觉得说战争真的不要再发生了 没错 想问一下小胖哥 我们轻松一下好了 这附近还有哪里可以走走呢 带大家来去体验一下地下金门 感受一下823炮战的历史轨迹 来看细思亚 一二一二 精神打出 雄众 威武 不是啦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军事训练 我们家叫深入地下 深入地下为什么 现在要当工程人员 你有没有听错我一句话 什么话 保持站立于地下 哎哟 发扬火力于地面 哎哟 讲的地下金门就在这里 所以全金门最有站立的地方 就在这里就对了 是 来去看看 走 深入地下 原本以为坑道不就是在山里挖个洞吗 没想到走进被称为地下奇迹的宅山坑道 可是让我一路惊呼连连啊 深入坑道后才发现 根本是柳暗花明又一坑 坑道内还有步道沿着水道而建 花岗岩纹路映照在宁静的水面上 真的是只能用鬼斧神功来形容了 听说当年这里最多可以容纳 超过42艘小艇进出 整个部队驻守其中 根本从外面看不出来 做到彻底的隐藏 真的是太厉害了 也因为环境就像个天然音箱 所以后来也变成了金门坑道音乐节的场地 每年都会有音乐会在这里举办 相当的特别 终于重见天日了 这隧道内隧道外两个世界 里面很凉爽外面很热的 有有勒勒 有 下一站小胖哥带你来去消消暑 要去乐园了吗 没有啦 我们在吃冰啦 吃冰 你这里当冰当不够 还要吃冰就对了 对 有着美食天堂的金门 不用走太多路 就可以吃到最在地的特色庶民小吃 今天来体会当冰吃冰 到底小胖哥要带我吃什么冰消暑呢 对今晚 金门高人喜欢冰 没吃过今晚 你们不要来够够吗 哎呦 高粱做的雪花冰 要不要吃吃就啾啾了 没啦 这53度的高粱 经过发酵以后 有酒香 不会吃醉啦 真厉害啊 吃看看 我来看看 哎呦 满满的料 然后又高粱做的 尝尝 这雪花冰啊 入口即化超级绵密 然后搭配了包括花生 绿豆 红豆 芋圓 然后满满的酒香 噢 真情没吃过呢 好香喔 真好吃啊 吃完冰之后 不妨在最具特色的模范街走走逛逛 仔细看会发现 中式建筑跟西式外观 真的别具巧思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在这里能发现 意想不到的惊喜 很震撼吧 真的 跟着小汉哥的脚步啊 一下子震撼 一下又很放松 只是呢 吃完雪花冰以后 那我就要问一下小猴 那已经来到这一带啊 附近还有什么 具有历史的景点 不能错过吗 一定要到举光楼 如果没有来过这里 不要说你来过金门 这么重要 因为像你们那时候一开始 去爬太武山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先总统讲中 提的无望再举 那这个举光楼呢 就是呼应这个无望再举的精神 对 因为民国42年 落成这举光楼啊 是当时候驻守在金门的 胡连将军他所兴建的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要表彰 因为你知道金门都经历 大大小小那种战役嘛 所以就是要表彰这一些 英勇官兵的精神 所以他总共有三层楼 那大家看到这个照片 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金门除了传统敏式建筑之外 这个举光楼呢 它就是仿那种 中国古代宫殿式的建筑 所以在这个金城镇里面 就特别显眼好像就是 一片蓝天中的一抹鲜红 有没有 有那感觉 对 然后呢 这三层楼建筑呢 它就是有一些金门的文物的展示 然后有金门的观光影片 所以如果你要快速的 了解金门的话呢 它里面免费参观 那你可以先看15分钟的 那个金门观光介绍 就是快速了解金门之后呢 它有一些金门历史的老照片 非常的珍贵 然后有金门的文物可以逛 但是重点是呢 如果以观光的角度来讲 我非常推荐这里 因为它直上三楼 大家能看到这个展望 非常漂亮 风景是不是 OK 金门大桥 建公寓 列宇 小金门 然后整个金城镇的 就是360度的美景 净手眼前 有点至高点的观景台 对 至高点 就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 胡莲将军他的这个正楼之宝 就是清天白日勋章 对 在金门人的心中 他就好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金门九场也是他盖的 有这胡将军盖的 对 所以后续呢 这个金门能够这么繁荣 也是拜胡莲将军所赐 所以举光楼呢 这个精神是涌存在金门人的心中 没想到金门这么好玩耶 我想问一下小胖哥 我们一整天下来 目前只吃了雪花冰喔 这个炙冰的布子还没有饱喔 你特别觉得我们可以吃什么呢 这次我再介绍一家 在金城 本土有名的鞋 金也很出名的 春菜料 有 有一个叫做必吃的水煮牛肉 虽然我不吃牛肉 够味 够味够呛 我给你讲那个味道之舒服喔 是 真的 没话可说 对 那另外还有他那个小菜 我给你讲 这家店厉害 他把那个特色小菜 有点像客家小草 要把那个豆豉小鱼干 把它集中在里面 我给你真的是下饭 你前面两个都是重口味 这时候饭就吃三碗了 这个真的很棒很棒 好 再来这个 酒香蛤蜊 这个也有酒味 好 这个也有酒味 就跟你讲 这个当然用什么 我们53度的高粱 下去蒸一下 闻起来有酒香 喝起来不会酒醉 而且那个汤 它流出来的汤汁 我跟你说 又可以泡饭了 对 不要泡饭了 这个喝清汤 那个感觉 刚才那个油腻感有没有 像水煮牛肉 跟那个烧菜 那油腻感 马上都 重新再来一回 是 好 第二个乱 再来 好 再来这个 法式的料理 法式的虾球料理 你看白吐司 加上那特殊的酱料 我跟你讲 沾上去 一口接一口 所以前面吃的 都是属于金门的小吃 现在来到了川菜馆 金门的这种餐厅也厉害 走的是创意料理 对 行程一整天下来 是蛮丰富的 那想问一下 马老师 在住宿的部分 我们该不会又要去 睡军营那种的吧 对啊 其实金门 我们讲虽然是占地 当然现在的金门 以观光为主 选择非常多 你可以选择睡羊楼 是 因为羊楼是古迹 可是它并不是在坑道 又多了一份那种怀旧的感觉 对 所以在这边 我们刚刚介绍 陈锦南羊楼是金门最大的 是 可是它没有开放住宿 它是一个古迹 可是如果你真正要住在羊楼里面 推荐大家 这边有一个 我们讲说1933年新建 最早我们讲说金门的一个西医 叫黄天佑 它的这个新建的 原本它的一个古厕 当地人叫做环拉厨 什么叫环拉厨 为什么 不是环拉厨在里面 因为跟环拉厨的 因为所有的建材 你可以让外面 它就是学习西方 那这个呢 其实可以看到 它是学习文艺复兴时期 在金门你可以看到 有巴洛克时期 哇 小小的一个岛屿 西方所有的建筑 都融合在里面 所以住在里面 也别有一番感觉 价格也不贵 那当然你说 我不要住这种旧的 有没有新的 有 金门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呢 当然接下来你住这种民宿 就可以体验到满满的金门人的这种 人情味的感觉 那如果你要景观 当然也有海景第一排 包洞式的这种民宿 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 其实也是什么 适合包洞 亲朋好友亲子出游 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不错 全家大小都适合 因为它整个窗名激进 更重要你看三层楼 它其实全部踩落地玻璃 那往这个外面看过去 其实这个视野非常的一个舒服 那一楼呢 其实有那种所谓的手足球台 还有包括麻将桌 所以我刚提到 为什么适合全家大小亲子共有 包洞的 包洞 因为在这边外面天气热 你在这个房间或是民宿里面 也可以享有天伦之热的这种感觉 而且入住这一家民宿 最好的地方在哪 其实来到金门一定要喝高粱 可是有些人觉得高粱很辣 可是呢 这边其实有 他送你高粱气泡椅 有烈酒的香 没有烈酒的香 而且两种口味 水蜜桃優格 酒精浓度只有3% 连女生都可以亲亲 就是非常容易入喉的感觉 所以这是这一家民宿的好处 加分啦 那另外呢 金门现在呢 不只白天可以观赏 晚上也有夜景 所以这一家民宿也很特别 特别在哪里 你看他这一台 是露营车 所以不像国外那种大型的露营车 晚上呢 你也可以跟他租借 然后租借 甚至一整天你租借都可以 因为后面那是可以把它摊平 变成床铺 车床 车床主 来到金门也可以当车床主 所以金门不大 可是有的时候 你在那边要看夜景 居高临下 有时候冷风收收 对不对 又抬这个车来当做保护 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选择 如果你说我不要当车床主 我真的就是整个来住这种民宿的话 一个晚上 你看双人房 双人啦 你单住也可以 包栋也可以 看你自己人数的多寡 来做需求 来做这样的安排 一千六还喊早餐的 各位就是整栋 你可以看到这个在金门 现在流行的这种民宿 所以金门的住宿选择也越来越多 前一晚住军营 第二天住的比较好 住到民宿来啦 那紧接着要进入第三天的行程 那我就要问一下小胖哥 来来来 老兵巡礼第三天 去哪里当老兵啊 代理前进的枪林淡雨的金门 尋找过往的一些所谓的历史遗迹 枪林淡雨的金门 前面还不够震撼吗 第三天到底去哪里 还有离开金门之前 哪些伴手里不能错过 休息一下 老兵召集令三天两夜玩金门 来小胖哥 进入最后一天了 前两天已经够战地风光了 但第三天 还有什么老兵不能错过的 当然要带各位去体验一下 战地最前线的刺激 哦 请看VCR 想要前进战地秘境中的秘境 前线中的前线 以前必须要搭船15分钟 但自从金门大桥通车后 现在5.41公里长的距离 只需要5分钟通过 就可以踏上由小金门之称的列宇 去感受到什么叫做前线中的最前线 小胖哥 你带我来军营干嘛 你有没有打过把 有啊 当兵常打啊 有硬啊 真的啦 我今天带你来这里 是战地的最前线 小金门 来这里送什么 带你来打把 体验一下打把的回忆 哦 你知道吗 以前我当兵同袍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你什么 神枪手 百八百中 有硬啊 真的啦 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 快去炒大惊 换上军装 系上S腰带 戴上钢盔 配好枪 摆好最帅的姿势 来个三连拍 这可是最后要秀在成绩单上的 接着会进行射击前的教育训练 教官会针对枪支特性 瞄准方式一一讲解 做最基本的枪支介绍 感觉真的又回到当年射击打把的氛围了 感觉不错喔 不错耶 你现在拿这支 国军正在使用的T91战斗型步枪 哎呦 这仿真步枪啊 拿起来不管是重量 手感或者瞄准的感觉 都跟真枪死弹没两样耶 刚才教官教的药理你能不能记住 都记起来 待会给你三个关卡 看你能打几分 没问题啦 满把啦 贏不贏 超大 握射 预备 握射 预备 哦 实际打把体验共有三关 前两关分别为25公尺打把射击 75公尺打把射击 先练习感受一下T91步枪后座力所带来的震撼 随着距离越来越远 标把也会越变越小 命中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 最后一关 来到最刺激的战场情境射击体验 屏幕会出现模拟古凝头战场跟敌人交战的氛围 当敌军从四面八方朝你跑来 瞬间真的会不知道该描哪里才好 在一阵哀嚎爆炸声之后 灯光开启 终于要来验证一下自己这次射击训练的成果了 小旺哥我这成绩我觉得不是很好耶 命中率只有40%你多少 我16年了 16年 16年你刚才这么拍的 这么拍的 我海军的 海军就不用拍穿吗 我都拍大部分 不好意思 但是很好玩耶 你50块就会体验到全套的设计 你看 太佛心了啦 这些设施这些教育这些讲解 包括模拟的设备 说句实在50块 买一个汉堡就没有了 真的耶 真的仿真耶 带着来呢 各位议度 帮你来帮你来 猎语找三宝 三宝是要吃汉堡喔 没有啦 那是那时候暂时的坑道 叫做勇士堡 鐵汉堡 将军堡 说得把刀都要了 不要寻宝啦 走 跟着小胖哥寻宝才发现 原来勇士堡是要来练勇气的 鐵汉堡里面也没有卖汉堡 沿着地下坑道进入碉堡 还要避免误触地雷 不然保证会让你吓一大跳 勇士堡跟铁汉堡是相空的 堡内展示的许多地雷的介绍 还有互动区 堡内设施保存良好 清楚可见当年军方的战况 以及生活概况 真的是很难忘的体验啊 小金门也很好玩喔 尤其穿军服 然后打法那种感觉 女生也会很爱喔 真的 比我玩七弹还好玩的感觉 而且比七弹不痛 因为不会打到身体 我想问一下马老师 这边真的是很好玩 体验到这种前线的刺激之外 我们还可以玩什么呢 对啊 列宇我们讲金门是前线 对啊 列宇小金门 是前线中的前线 前线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可以看到 一样有很多的占地设施 对啊 现在呢 当然都开放可以让大家去看 大金门有这种宅山坑道 那小金门呢 也有这种所谓的九宫坑道 那这个地方范围更大 最多可以停到五十几个小体 宅山还要打啊 它其实也是作为暂时运捕啊 然后呢 沿体之用 所以整个长度大概是750公尺 然后高度啊 长度 其实都比宅山坑道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所以呢 现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开放 那一样沿着我们讲说 海边的这样子一个坑道 往下走 那你应该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一个 所谓的当年花岗岩 真的人定胜天的那种心态 跟这样的心情来开凿出来的这个坑道 也会有很多的一个感触跟缅怀的感觉 当然列宇是前线中的前线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 这边有一个地标叫做巴达楼子 那巴达楼子是什么 其实跟国共内战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在台湾你可以看到 文天祥 岳飞 虽然是不同朝代 可是当年反共抗俄的年代 哇 这些表彰气节 民族大义的这些人 都还是会被表扬出来 所以民国22年 其实当年我们是在对抗 我们讲说这个日本人的时候 其实呢在长城古北口 巴达楼子这个地方 当时有七个 我们讲说民兵 奋勇杀敌 所以呢 为了表彰他们的这样子一个气节 所以呢也把这个地方 或是这个故事 呈现在小金门这个地方 告诉大家遇到敌人 我们要学习这七位 我们讲说奋勇杀敌的这个精神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在交通要道的地方 当然它是一个地标 很多人会在这边拍照 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拍照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车辆安全 不过它里面 其实有阶梯是可以爬到上面去 上面就可以看到 整个就是一个碉堡掩体 然后上面有七个人的那个 仿造那个样貌 来做作为所谓设计 这其实也是占地 非常特殊的一个特色 虽然比不上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可是呢 它是小金门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 只是都已经来到 这个前线中的最前线 那今天美食主的小猴 小金门这里有什么吃的吗 我真的很爱吃 每次到金门呢 或者是小金门 都会胖个一两公斤 金门也可以吃得这样 今天要带大家来吃呢 小金门的紫宝石 紫宝石是什么 芋头控的最爱 小金门呢 它是种的是冰榔玉 冰榔玉 因为它的小金门呢 空气清新 水质好 而且它的土壤很肥沃 它是那种 带有黏性的那种红色的黏土 然后富有矿物质 所以它种出来冰榔玉 你知道吗 有三个特征 怎么样 香 松 棉 所有必备的条件都有了 对 然后呢 有一家餐厅呢 它是知名的手工面线 因为知道金门也是出面线 但是我要先介绍 既然它芋头很好吃 要点什么菜呢 就是它的特色是 它小份 中份 大份都可以点 然后大概价格100到300之间 都不贵 这个虎烂肉 虎烂肉 虎烂肉 是在骂人吗 不是 你知道吗 它就是芋头跟五花肉 空的这样迷迷迷入口即化 然后它的卤汁呢 不是很咸的那种东坡肉的咸 它那种非常清爽的 所以你可以配饭一口接着一口吃 然后它有一道我觉得必点的 我超级爱的 就是它的橙汁排骨一定要点 这个在台湾常吃到啊 可是我跟你讲 它的橙汁排骨 我觉得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它特别的酥脆 你知道它酥脆之后 你就觉得说 那吃起来不会很干吗 对啊 不会因为它那个橙汁啊 有满满的柳橙味 对 然后包裹在这个排骨上面 然后还撒上白芝麻 我跟你讲 香 酥 脆 甜 所有的口感都融在一起 你说怎么能不胖呢 对啊 小金门有居然那么厉害的美食 这家每一道 不管炸物 面馅 芋头 肉品 没有一道是雷的 每一道都好吃 而且你可以依照你的食量 点小份 中份 大份 我有这一道 不好意思 它只有中份跟大份 那么好吃 肯定就要来大份的 对不对 小猴这次呢 把这个金门 小金门 私房餐厅 全部都搬出来了 真的 看得好想要搬回台湾吃 来问一下如果要离开金门之前 小方我们可以带什么纪念品回来 在这次金门老兵召警令 你拿到这个金门高粱的兑换券 你可以到下述三个地方来兑换 一个就是金门上一机场的金九门市 再来就是金五坑道 还有金门的陶瓷场 这三个地方进行兑换 一张当然就只能兑换一瓶 但是是不是不够啊 没关系 你现场可以依数量来加购 是 如果是跟着老兵一起来的亲朋好友 就是你可以完成行军任务 那这个行军任务是什么呢 你就拍个照是这些行军的景点 例如刚刚讲的金门大潮或天宫之城 或者是金门军事有非常有特色的场域 这些照片都算是行军任务里面的景点 拍照上传加几个文字 例如我爱金门 还有金门老兵召集令 这些都可以 上传之后你可以获得什么 登登 这种 是什么 对 有点执行代的那个花样 你们也知道是不是 它其实是一个三合一的传输线 传输线 很好用 很实用 所以无论是老兵 还是跟着老兵一起的亲朋好友 我们都有礼物送给大家 哎呦 这样的好康 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不好 这老兵召集令 最后我们就把三天的景点行程 安排出来给大家做参考了 来看到我们第一天就做早班机 直接抵达金门之后 直接吃他必吃的早餐 接着我们就沉井南洋楼走一走 还有很硬的泰晤山 一定要爬上去的 五旺再举之后 接着吃了汤圆 晚上就入住军事旅馆 接着第二天呢 我们看了人家跳泡操 接着去马山关策站 接着呢 包括了沙妹老街啊 军中乐园 还有宅山坑道 晚上入住亲子民宿了 第三天的部分 前进小金门咯 包括了这个模拟的靶场啊 还有一次呢 小猴最后推荐的人气美食 最后呢 伴手礼还有纪念品呢 通通不要忘记了 真的满满的金门提供给大家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这次去了以后回来 我觉得男生充满了回忆 女生真的充满了惊奇 小朋友呢 你在课本上面看到的东西呢 也来到这里 都会产生共鸣了 今天呢 就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 提供的宝贵意见啦 金门三天两夜提供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看 女金门号 下次见 拜拜